發生在昨天晚上接近九點鐘 在中山捷運站發生 害人天文的捷運隨機商人事件 當時有一名男子看到嫌犯 把水果刀放在地上 他隨即就衝上前 把水果刀一腳給踢走 隨即還協助捷運保全 來壓制這名嫌犯 如今這名正義踢刀哥 他的身分被網友給發掘出來了 他就是在捷運站附近 上班的旅行社員工 叫做劉俊德 而其實今天這名踢刀哥 他是非常的低調 因為事發當時同事問他 他也不承認說 這個人可能只是跟我長得很像 但是之後隨著這個畫面 逐漸曝光之後 這名男子劉俊德 他才坦誠說 對啦 那個是我 但是他只是協助 協助把這個刀子踢掉 協助壓制 隨著警方到場之後 他就默默離開了 不過隨著這個事件 同事之間口口相傳傳開 還特別幫他建立了 一個粉絲團 我們先來聽一下副總 公司旅行社副總的真心說法 在早上獲得到這樣的消息 加以求證之後 公司內部也請發了一個 全公司的內部的 一個獎勵的措施 希望大家發揮職業的本能 能夠效法劉俊仁同事 這名踢刀哥非常的低調 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 是由副總上場來代打 不過他說自己很不想紅 但是做了這樣的正義善行 想要不紅恐怕很難 以上就像這件情形